二代健保从今年的一月份开始实施 但是有多少的民众知道呢 新北市卫生局日前就公布调查 发现有四成的新北市市民 还不知道已经开始推行二代健保了 另外虽然有七成的民众知道 收入越多所缴的保费就越高 但是这当中还有两成以上的民众 完全不知道有哪一些所得 必须要缴交补充保费 以上是我们的报道 新北市卫生局日前公布在今年七月底期间调查 新北市市民是否知道二代健保已经上路 另外包括哪些所得是必须要另外缴交补充保费 结果发现仍然有39.9%的市民 不知道这项新政策已经上路 同时有四成以上的民众不清楚 每笔收入超过五千元就要扣缴补充保费 有四成的民众现在并不知道说 超过每笔收入如果超过五千元的话 必须要扣缴2%的补充保费 那另外就是我们还有在了解说 那到底这个政策推动以来 已经将近九个月 那有大概多少人知道这一则新政策 那发现说其实六成知道 那有不知道还有四成 至于在了解二代健保的内容上 虽然有七成民众知道收入越多的人 所缴的保费就会越高 但有哪些所得是需要另外缴交补充保费 则有21.7%的民众完全不知道 卫生局表示二代健保是对于特定六项所得 会收取2%的补充保费 二代健保其实是透过一个类似上说 所得越高的人 那他应该就是他的 他所要就是收取的二代补充保费 应该也要越高 那主要是在于鼓励所得 利息所得 租给还有我们的租金收入 那再来就包括说 我们的投保金额四倍部分 奖金部分 还有我们的兼职薪资所得 主要增加这六大类的收入 新北市卫生局指出 为了照顾弱势 在补充保费部分 定有多种条件身份不用扣缴 并且给予全面的照顾措施 民众如果对二代健保有任何的疑问 可以拨打免费咨询专线 0800-030-598 记者杨邦友张芳琪 新北市采访报道